冷冻大师 好了 咱们就开始吧 大家看 这里是一杯普通的水 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杯水 变成冰块呢 首先 我会把这杯水 倒进这个杯子里面 倒好了之后 我会用我的魔法 让这个水全部变成冰块 但是魔法显示它的威力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所以小朋友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了 现在水已经全部变成冰块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家看到了吗 水已经被我用魔法变成冰块 是不是很神奇啊 阿七揭秘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不透明的杯子 提前在杯子里添入 大约三分之一杯的海绵 把冰块放在海绵上 当我把水倒进不透明的杯子时 速度要慢 让水能够充分地被海绵吸收 这时 再把事先放到杯子里的冰块 倒出来 魔术完成 好